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手法熟人 优雅 漂亮 干净 她收获丰硕 高昂 兼白富美 另一乡 肥妞也是一个女骗徒 但她肥胖 萎缩 惹人争 虽然如此 她以她笨拙的身手 依然可以从男人身上骗的一些油水 只是在家乡愈来愈吃不开 只好远走他乡 希望可以换换环境 继续骗人的勾当 美妇人与肥妞双双在前往法国南部小镇的火车上碰面 精明老道如美妇人 当然一眼就看穿肥妞的伎俩 为了不让肥妞影响自己的生计 美妇人与同党实际 将肥妞给驱逐出境 兼顺便骗了肥妞几千块钱 懵懂的肥妞在回家的路上 才省起美妇人的轨迹 气得打道回府 对美妇人死残烂打 频频破坏她的骗局 为了一劳永逸地霸出这个眼中钉 美妇人与肥妞打赌 谁可以骗得年轻小白脸的钱500千 对方就得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 别看小白脸年轻懵懂入食卫生 她可是现实热门APP的创办人 估计身价值好几亿 美妇人与肥妞使出浑身邪术 想不到小白脸口味独特 禁止对肥妞情有独钟 眼看两人就快要得逞时 肥妞与小白脸日久深情 经发现十人原来并没有想象的富裕 如果她把500千会给美妇人或肥妞 她将一无所有 良心发现的肥妞 又叫美妇人一起收手 但美妇人拒绝 肥妞是否该对小白脸坦白呢 两人的爱情最后能否开花结果 诈骗女神其实是一部翻拍片 电影该编制了两部旧片 1964年的《风流江湖客》 由马龙·白兰杜与雪莉·琼斯主演 及1988年的《偷心大少》 由史蒂夫·马丁及麦克尔·凯恩主演 电影对前作做了性别对调 基本的情节都大致相同 从其预告片 电影乍看是一部以女性为主 好是精彩的喜剧片 但其实这是一部潮冷饭的电影 心意欠缝 兼演员表现也不尽理想 饰演美妇人的安妮海瑟薇 应该算是好戏的演员 但在这里似乎找不到喜剧的节奏 只让人觉得她的演出十分牵强 兼与她对戏的肥妞·雷佩尔·威尔森 演出近十分敷衍兼毫无神采 肥妞这一角色应该是大多笑料的源头 当音演员无心恋战 让安妮海瑟薇孤掌难鸣 而拖累了全片的喜剧节奏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电影拼命地奉上了不温不火的下料 但因毫无心意 仅有重复之嫌 只在看得叫人难以下咽 勉强笑不出来 虽在片尾来个剧情大扭转 以为可以制造惊喜 但对于老影迷们来说 这些情节应该早就预测到了 如是分满我给6.5分 金钱成格贵 生命价更高 对于这部未如缴纳的电影 还是必知大吉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下回再见